小屎 然後 那時候還迎來第一次的小巨蛋 我其實 我上個禮拜就看了831之後 我才有一種感覺 我真的站過那地方喔 有種 別人的記憶這樣 對 那次也是穿小機 那時候也很悔悔 你知道什麼嗎 那時候悔悔的點就是 就是 那個時候知道就是 游泳之前 跟LOVE修行 都有缺人 然後會補人上去 但補的不是我 那時候覺得超級悔悔 那時候就覺得說就是 就是為什麼 那時候就覺得就是 就是 就覺得自己實力 沒有 這麼 超啊 好啦 就那時候就是比較自負一點 就覺得自己實力夠啊 然後就覺得也有這麼多人 喜歡我 為什麼不是我 就是這樣 然後再來到三班之前 就一直都在 哇 很懷念 那陣子 開始要交影片作業 每個禮拜要交一支影片 大家還記得這段時光嗎 這就是為什麼我開始飾跳 就是開始在SNS上面 開始PO飾跳 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 因為那時候 公司希望我們就是除了文章以外 然後可以多PO一些 喔 就是 可以增加觸及的東西 然後那時候也開始有一些 YT計畫 放下好不好 然後就是 從那個時候開始 然後慢慢做準備 然後大家開始一直在拍影片 一直在拍影片 然後我想說 藉這個機會 然後就是 拍試跳影片 這樣 好像每個月 要 每個月好像要交一次 這樣 什麼東西的 然後我就 跳了很多次 試跳 然後也找人家 collabor 就是 我那時候的心態 就是跟現在還蠻像 我那時候的心態 就是覺得說 就是我想要藉由 這樣子的試跳collabor 就是 第一個是跟這個成員 變得好朋友 然後第二個目的就是 想要 推這些 影韵沒看見的人 這樣 就是 不是影韵推的人 我那個時候找的人 就是 不是影韵推的人 這樣你知道嗎 我覺得是 寶藏的人 這樣 就是我那時候的心態 我就覺得我想做 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從那時候開始吧 就是 開始變得比較自我一點 就是想做 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 想去 找到那些 那些大人們看不見的寶藏 這樣子 對嗎 你看我推是不是都寶藏 因為 我知道就是 就是 因為資源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我就覺得說 資源這個東西 其實基本上是大人給的 那如果大人沒有給你資源的話 基本上粉絲看不見你也很正常 因為這就是資源量的差別 就是 你有了資源 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飯才會有量可以吃 但是如果我的飯都 就是 就是 如果我這裡都沒有量給任何飯吃 那怎麼會有飯來我這裡呢 對不對 然後我那時候的心態 就是覺得說 就是我只是想順便做 我想做的事情 然後既然都做了第一蛋 就想做第二蛋 然後想做越來越緊急這樣 然後就是 開始找一些自己的好朋友 然後找一些就是 可能 可能 不太有資源 然後 就是 希望可以讓粉絲看到 喔這個人其實 欸很厲害 而且那時候挑歌也都有挑 就是 跟這個人比較合的 歌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都會挑跟這個人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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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跟這個人的風格比較像的歌曲 他比較擅長的曲風 去做這個東西 就是 一開始是 這樣子的想法 在做這個試跳 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一開始找Yuru 就是 做Magnet 然後 再來第二蛋 就找了 Honey Honey一開始我沒有跟他很熟 Honey其實一開始我跟他不熟 就是 跟他約了那一次之後 才開始慢慢變的首 就是我們 約了那一次 然後我們跳了 可愛くなりたい 因為那是一首就是 比較 該怎麼講 就是 比較符合他的感覺 就是有一種 日系 量產系的那種感覺 的歌曲 比較輕快一點 適合他嗓音的歌 然後 也是 舞步稍微簡單一點 然後 挑了他擅長的手勢舞 就是 因為他 手長 就是手細 腳細的 就是很適合做這些 手勢乾淨很漂亮的舞蹈 所以就是有特別挑過這首歌 然後那個 這首歌也是為他挑的 因為他喜歡貓咪 所以就想要挑一首 可以讓他正道光明帶貓兒的一首歌 但舞步又不會太難 然後有一點故事性的感覺 比較像 Honey的個性 然後 然後 後面跟潔心挑的 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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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潔心跟其他齒音不一樣的地方 是他比較 恩 他其實協調性很夠 他舞步協調性很夠 學的也 算快 然後也很整齊 只是 大家看不見他 就是 就是 idol的這一面 你知道嗎 因為 就是 AKB的歌也有很多 但是 不一定 不一定我們有買到適合他的曲風 所以 就是找了 我覺得 比較符合 那個時候的潔心的 idol像 的一首歌 然後 wakusei rubu又是還蠻紅的一首 翻跳的歌曲 所以就跳wakusei rubu 這樣 就是他其實也有可愛的一面 這樣子 貓咪 真的嗎 然後 再來 最後一個就是 無限大 無限大 一個是 就是我想要圓夢 就是那時候 人家J-O-1 想要支持J-O-1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 我實在想不到有誰比他更會跳 我那時候真的想不到有誰比這個藤井還要會跳 想問無限大怎麼點唱 因為我覺得我跳得太爛了 就是那個時候的想法是這樣 然後 後來找了張雨林也是啊 張雨林就是找了一首 我跟他之間比較合的歌 就是一首快樂的歌 並不是裝可愛 就是單純很快樂很歡快的一首歌 就是之間有很多我們的互動啊 什麼的 這個就是 就是在我心中的張雨林是這樣子的形象 我每次挑歌挑超久 而且我不會挑舞步到太難 就是 雕的速度比較快 好不好 因為我那時候自己也學不快 所以我也沒有打算挑太難的 就是我自己舞蹈能力也不夠 你知道嗎 超用心的選曲 合作選曲都選了很久 這樣 就是那個時候的心情是這樣 但我不曉得這些人 然後我一直說 啊謝謝恩弟弟送我吉吉尼喔 好 歸求假釋 反正那個時候的心態是這樣 就是我就是 不想照著大人的意思走 想走之 想走路這樣 然後 後來沒有繼續做下去 就是 因為 對 一個是疫情 另外一個是我真的忙到不見 我忙到整個不見 因為大家都在笑唱 然後又分組 然後又在reset 那個公園一直在忙忙忙忙忙 然後 久了之後就沒有這個企劃了 對 然後現在疫情也是 就是為什麼現在都沒有在試跳 就是因為 就是家裡取景很醜 就是只有那個白布 打光真的不夠 很想要去戶外拍 但是現在 疫情 就很麻煩 這真的是疫情的果汶喔 對 就是反正就開始試跳之後 然後 就是 很開心就是做這些計畫 然後 也算是推我自己一把進的三單吧 我覺得 就是有點樹立起自己的風格的感覺 你知道嗎 但夕陽那時候就是 開始戰戰兢兢的 這個我們俗稱為 開始要亂取名 這個我們俗稱為 我們俗稱為 就是 就是 競選拔後升格前正後群 競選拔到升格前中間有一段正後群 我看過無數個成員差不多都長這樣 中間這一段 中間這一段 好長的名稱 什麼正後群 就是 你很緊張 戰戰兢兢 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做錯事 不敢展現自己 不敢展現自己 又怕大頭正 被人家說大頭正的 這一段正後群 然後還會擔心說 會不會下一個生的不是自己 這個正後群很長 我想 這就是一個正後群 拜託 慣例 慣例 慣例就是這樣 然後 三單的時候就是 戰戰兢兢的吧 就是 覺得什麼事情 就是 就是營運給了機會 然後 然後 粉絲給了機會 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做到 他們想要的樣子 然後 大人想要的樣子 然後就是 努力的去 去模仿周圍的成員 去模仿說 大家都是怎麼樣 去面對工作 大家都是怎麼樣跳舞的 就是盡量去模仿大家 這也算是一個磨合期的開始吧 開始磨自己的個性 磨自己的棱角 你知道嗎 把自己磨得圓滑一點 當然那時候也有一些 欸 當然也有一些失誤 當然也有不少失誤 真的 但沒辦法 人總是需要成長嘛 我又不是生來 就什麼都會 對不對 然後在那之後也是 就是一樣 就是繼續拍我的試跳 然後繼續做我的影片 那時候很猛欸 那時候為了這個 還去買了剪輯軟體 這樣 手機剪輯軟體 就是 很努力的一直在熬夜剪片 這樣 然後也開始會 努力拍一些美照啊 什麼 就是想要搞拍板啊 網美照啊 什麼的 然後很常更新啊 因為那個時候就覺得 就是 我現在那時候還遇到一件事情 就是 因為好像 那時候好像是誰 好像誰先開始 誰先開始被施壓說 要 要 破萬人追蹤才可以自己更新 鐵文這樣 然後就變成說大家都在拼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 同期 同期 要被升上來這幾個 大家都在拼這件事情 就是在說 就是在說 我們一定要 努力更新 就是讓大人們看見說 喔我們有在努力 對 我們有在努力的想要提高 我們SNS的流量 我們有在努力 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每天 凡姐姐說 姐姐我要發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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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一直發是 一直傳那個 一直傳信息 你知道嗎 就是一直 記信 那時候還要記信審查 然後一直記 一天記十幾篇 一天記二十篇 這樣 比較爆炸 覺得超可憐 拜託 就一直拍照 一直拍照 那時候開始慢慢養成一個 夸號工作狂 的習慣 對 然後那個時候也開始了 就是 SAKURA的人生 嗯 對啊三單 就分組了 啊 然後就分成SAKURA 然後我那時候一開始 都覺得沒什麼 那時候就是 哎呦 YULU跟我一起 還沒事 哎哈捏 沒事啦 吻了 我朋友都在這 吻了 栗子跟麻油 對好像是栗子跟麻油 先開始 然後後來我也加入了放下 我包行列 這樣 然後就開始感覺到說 這是 就是 上面對我有期待 這樣 然後就開始亞歷山大的人生 亞歷山大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 喔 因為有這個 選拔後 升格前 症候群 對 所以分組之後也很讚讚定定 就是分組之後 你就會覺得說 喔就是 我想要維持自己的樣子 可是又要 去跟夥伴磨合 然後又要符合上面的 想要的樣子 一直在衝突 一直在衝突 這幾個東西一直在衝突 直到四單的時候 一直在 一直在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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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直到就是 這一段 這一段時間 應該大家就比較熟我了吧 應該就是 大家差不多 差不多這個時間入坑的 我猜 有沒有縮寫啊 好長 痾 選後生前 選後生前症 選後生前症 我簡正那位 選後生前症 生前聽起來乖乖 阿彌陀佛 我剛剛去看解心我戀愛了 恭喜你 暈爆對不對 請解心保障好不好 我美好的 英文就說誰 痾 選黜透 アト エス エ 選pats アト 寫是 エス エ 然後 SHOKAKUMAE 所以是 SM SASM SHOKOKUN 應該也是S吧 好累喔 KSHOKUN 聽不懂什麼綜合症 KSHOKUN 救命 然後 好啦我繼續講 反正就是 然後 就是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是不是跳過了二週年 二週年演唱會很久以後 我都忘記了 對 好沒有問題 就是 我們在三單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 分組了 然後後來進了櫻花之後 進了櫻花之後 我就覺得 就是 因為也有代義這個 這個責任在 然後那個時候就 就是 該怎麼講 開始 開始 下定決心吧 就是 決定自己要衝一波 的那種感覺 也沒有說真的 確切哪一天 自己決定要開始衝 但是我就覺得說 我要認真 開始做這份工作了 我真的要認真了 唷 這樣 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嗯 代義期間 就是 在學這些東西 也是很認真啊 就是 因為 你要學會說 你早上跳一場 然後你下午要跳另外一場 但是其實是跳一樣的歌 我也很常迷路 然後在路中間 然後 這兩個人在哪裡 然後老師在前面抱一下 失智老人 也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好不好 就是 在前面的Mini Castle的經歷過後 也會 還是會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好嗎 大家奮發想想 是的 下定決心 嗯? 嗯? 下單豆皮 嗯? 就是 舞台中間是會用 迷途羔羊 但是就是這樣 一場一場 慢慢磨練起來 當然中間也會有 跳錯的時候 然後 也會有跳不好 覺得自己表現不好 然後覺得自己 快撐不住的時候 然後這個時候就是 當然上面也都會問我說 你真的撐得住嗎? 然後我也都會 一場一場 我可以 我可以 我爬也要爬上舞台 這樣 就是 那一股 不服輸的精神 你知道嗎 真的是很不服輸 就是 你每天都會找到自己 一天 一點一點的不足 然後每天看代義的影片 你會找到一點一點 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你再慢慢 一直去修正 然後同時 Sakura那邊又有 團體磨合上的問題 就是之前也聊過嘛 就是我們一開始 其實 就是很多磨合的問題 現在Happy Love上的告白氣球 對啊 腰帶痛也要上場 然後 然後那個時候 體力也都沒有 就是 體力整個就是很爛 說真的 其實我體力真的很爛 我覺得 跟那個時候比起來 就現在跟那個時候比起來 差很多 有沒有 代義期間真的差很多 我就覺得說 我一定要 努力的撐起來 就是 把我的體力撐上來 就是 總要有一點點進步吧 然後就一直逼著自己 一直練習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 也蠻努力排版的啊 然後 又有放下歐包 那真的是很忙欸 Everyday 就是沒有停下 然後 也還有試跳 要更新什麼的 就是Everyday 都沒有停下 然後那期間 又剛好一起 在練那個reset公演 滿到一個爆炸 所以到四單 到四單屏屏之前 我真的是一個大壓力國 而且我又加上就是 有可能會掩蔽的危機 掩蔽的危機 對 各種壓力擠在一起 對 然後 就是 進了四單之後 進了四單之後 就覺得自己工作 步道 比較有上軌道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四單我 比較有上軌道的感覺 就是 比較知道說 身為一個選拔成員 應該要做些什麼 然後 身為一個 就是合格成員 就是 就是一個 好的成員 應該要做些什麼事 就是慢慢的去學習 然後 就是 就是 公演一次一次進步 這樣 應該怎麼講 就是 那時候的生活 變得比較規律一點 就 比較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在四單公布之後 然後 那時候經歷了很多場笑唱 那時候經歷很多場笑唱 我覺得也是一個經驗 就是 比較知道 要怎麼去面對 鏡頭 然後 也比較知道 你對外的時候 力道大概要保持多少 比較不會嚇到人 比較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我們團體怪怪的 這樣 就是 保持一個正常人 村外人 看起來也像正常人的 力道 就是 會面對村外跟村內 不一樣的 聲音 雖然村外的聲音 還是很少啦 呵呵 但是還是感覺就是 也有這個時候才入坑的 朋友 這樣 就是 就是 就是日子比較上軌道了吧 我覺得 而且那時候就是 就是 五號選拔公布之後 我也順利 從學校畢業了 所以就是壓力比較解熟一點 然後 我就變胖了 然後我就 變胖了 好笑 很好笑 我覺得很好笑 他很好 對 笑上的心情不能白白說出 會怕到人 是 然後在我覺得 一切都 上軌道 然後 比較知道 就是 比較摸得到 欸 欸 大人們想要什麼 然後 比較摸得到 就是 身為一個 偶像 應該要 有的 樣子 應該要有的那個夢幻的樣子 應該是什麼樣子 之後呢 我們就換老闆了 很突然的 這一切就 又要重來啦 好 就那種感覺 那時候 怡胖胖 對我那時候真的怡胖胖 超好笑 但我覺得一切都很順利 然後一切都 欸 好樂觀喔 耶 我要努力加油工作 我才剛大學畢業 我現在超年輕 我現在皮膚超好 我要開始沖囉 然後換老闆 當你覺得你摸透了大人的喜好之後 換了一個大人 然後 又 然後 再來 不行 我們要換一首歌 換一首歌 表示我們的挫折 沒有拉開開笑 為什麼有歌可以聽啊 我們來聽twice新歌好了 好 要開始了嗎 也沒有 欸 我有講三張評比在幹嘛 有齁 好 然後 三張評比我們跳了什麼 我也忘記 三張評比我們做了什麼 三張評比我們做了什麼 怎麼會記憶這麼薄弱 喔 我想起來了 我想起來了 三張評比我好像也佔了C 對 三張評比我也佔了C 然後 我想起來了 然後 四張 然後四張評比我們跳了餅乾 哈哈 那時候怎麼 蛤 然後三張評比跳什麼 三張評比 我記得二張評比好像就是跳festival 然後 三張評比做了什麼 三張評比 喔 跳了only today 然後 再來 再來 嗯 評比通常不是跳改曲啊 根本沒什麼關係 就是 你也不會知道大人想要什麼啊 就是 你也只能盡量去展現自己 這樣 然後 我後來比較知道 就是 大概知道說 評比應該要講些什麼 應該要展現些什麼 這樣 長大了吧 哈哈 有點像你經歷了多次模擬面試之後 你終於知道面試應該要講些什麼 讓長官喜歡你了 這樣 你知道嗎 哈哈 然後 然後 再來就進了 二周年 然後二周年就升格嘛 然後 然後 有一個海盤上線的事情 就是二周年 對大家來說似乎是一個 就是 不是很 光彩的 回憶 然後我偏偏在那個 那個場合上升格 然後就有點 很寂寂 就比你少米西 對 就比你 對 然後 四單評比 就 對 剛剛就這樣嘛 四單評比 就跳餅乾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去個廁所 謝謝 我是真的想去廁所 你們先聽 我們聽 再聽一次 我們走的話 我先去這個測血 對勁廣告 哇 差點疊死 是 我先吃 不用怕 也會 對 太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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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一次 太醜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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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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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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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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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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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